Excellency, Distincts, Delegates and Paris Spence 在这个闭幕圣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书法表演 这是表演人呢 是Mori Sihang 他是清水寺的主持 那么清水寺呢 是日本最著名的寺庙之一 Sihang先生 是在40年 京都Kimumizu出生 63年大学毕业 他担任过 不同的职务 包括是这个 信圣寺的主持 和这个金山寺的主持 88年以后呢 他一直是清水寺的主持 在日本呢 因为每年 都在这个清水寺的 这个寺庙的 舞台上 要写一个大的汉字 来代表那一年的 所选出的汉字 这是通过一个选票的方式 来选出来的一个字 所以呢 今天这个活动呢 是日本这个汉字 协会来赞助的 现在我们欢迎 Mori Sihang先生 他是清水寺的主持 请他上台表演 这些东西 我会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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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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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清水寺的主持 我想说几句 首先我要 我写了一个字 叫 这个就是连接这个字 过去呢这个词是有负面的意义的 主要是指呢 把马的腿绑在一起的绳子 或者是捆马用的绳子 但是呢 今天已经有了积极的意义 是纽带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紧密的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友谊的纽带 或者是婚姻的纽带 所以呢 这个字的意义啊 在过去 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12年当中又发生了更多的变化 在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部发生了大地震 那么这次地震之后呢 又爆发了海啸和核电站事故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当时呢 日本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呢 都为受灾的人民呢 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时Kizuna 就是纽带这个字 在日本的报纸 电视和互联网上 无处不在 那么这个字 也是成了一个关键字 大家通过这个字呢 携手同心 守望相助 根据当时有一家企业 做的一项专门的调查 当时Kizuna 就是纽带这个字 在报纸文章和互联网上使用的次数 和前一年相比呢 增加了一倍 那每一年 我们都会有当年汉字 是由日本汉字熟练度考试基金会来组织的 评选 2011年选中的汉字就是Kizuna 就是今天我刚刚写下的字 今天我们用Kizuna这个字呢 已经不再仅仅去指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比方说友谊的纽带 或者是婚姻的纽带 因为我之前讲了Kizuna这个字 是有这层意义的 但是今天它又有了更加深广的意义 今天呢Kizuna指的是 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纽带 把全世界各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我希望有了Kizuna这个字 没有一个人掉队 所有的人都能够守望相助 共济互助 这也就是围绕着互联网的重要的工作的重点 今年的年会的主题是 打造赋能所有人的互联网 世界万物皆源于连接 世界上所有的生命体呢 都要由它周围的生命体来支撑 所以我对于互联网寄予极高的希望 能够作为支持生命的纽带 我祝愿互联网接下来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好 感谢各位邀请我来参加这次重要的 由联合国来主办的会议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 请大家热烈的鼓掌 感谢长老的提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听多利相关方的代表的发言了 首先呢 我想请上 日本内务和通信大臣 有请杜边号一大臣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杜边号一 是内务和通信部大臣 我们的五天的IGF的会议呢 到此即将落下 在这儿呢 我要衷心地感谢 联合国地区和国别IGF 做了辛勤的工作 使得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想衷心地感谢京都市 作为东道主的城市 给我们的热情的管带 我仅代表日本东道国政府 感谢所有参与的政府 国际组织 企业 工程师 学术学术界的代表 民间公民社会的代表 和学生代表 和学生代表 感谢你们的参会 在过去五天的时间当中呢 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八千名利益相关方 以线下和线上的方式 参与了约三百场会议 围绕着互联网的各个议题 进行了范围广泛的 深广的和卓有成效的讨论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 我相信啊 大家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呢 加深于平时 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人群的联系 我也希望 当你们回到各自的国家 这次你们在京都 尽力的交流 能够给你们带来灵感 即使大家回到各自所在的国家呢 我们的这次的IGF 建立起来的纽带 将来还会持续多年 互联网呢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的 重要基础设施 而且呢 整个互联网 也在快速的发展变化 而IGF的主题 也在眼镜和变化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 生成是AI 生成是人工智能呢 在过去一年当中 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 所以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 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 通过举办IGF的 以及IGF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工作方法呢 我相信日本也做了自己的工作 助力于打造一个更好的互联网 我也坚信 明年的 IGF呢 将继续 作为 世界领先的互联网的讨论论坛 发挥作用 在今后若干年当中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在参会之余呢 能够好好逛一逛 京都这座城市 敬想日本的文化美食和热情 好客 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五天当中的辛勤的工作 好 讲到这儿 我的闭幕致辞 到此为止 再次衷心感谢大家 感谢杜边总吴大臣的发言 接下来呢 我想请 京都市市长 角川大作先生发言 接下来请角川市长 上台发言 大家好 我是京都市市长 角川大作 首先呢 我也想 衷心地感谢 参会的各位 来自于世界各地 也感谢 各位的积极的探讨 把在京都开会 发出的声音 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也想衷心感谢 感谢会议的主办方 代表 东道城市 京都市呢 我也想衷心地感谢 你们的工作 IGF在互联网政策 的领域呢 是最重要的论坛 我们也非常荣幸 能够在京都 来召开 今年的IGF 我们也谈到了 网络安全 AI 新兴的技术 等 方方面面 来 改进 互联网治理 有了IGF的 今年的会议呢 互联网 将 得以进一步的 向前发展 从而助力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不让一个人掉队 我们的 在这次论坛上的工作呢 将有助于促成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京都曾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当中 一直是日本的都城 把大自然的 而且呢 风景 优美 大家也可以看到 而且 在互联网上 也有关于京都的很多的信息 但是能够亲身的来到京都 来体验京都呢 是了解京都的 最好的方式 那 在150年的 时间当中 在150年的时间当中呢 京都又再次成为了 日本的文化之都 在京都你可以敬享 日本的美食 日本的旅游 日本的文化 因为京都现在已经成为了 日本文化事务的中心 我们 也要以在京都呢 来 洪传 日本的文化 从京都出发 船舶到 世界各地 并且呢 在京都 为世界的发展呢 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京都也是一个旅游 热点 而京都的魅力呢 主要是存在于 京都的 文化 工匠精神 和创新之中 比方说 京都的瓷器 和其他的 京都的特产呢 是有着 长达一千年多年的 悠久的历史的 而且呢 当年京都就是以 智慈 出名的 那么今天呢 京都也有 半导体制造业 和其他先进制造业的 补局 一千年前 有一幅画 这幅画呢 能够帮助 人们 看到 京都 佛教的 发展 而且呢 也可以从 这幅画上呢 看到 忍者的 形象 所以 京都啊 在 还有在 清酒的 酿制方面呢 京都也是 历史 悠久的 我每天都要喝一点 清酒 从而呢 能够为我们的 清酒的 酿造 技术呢 继续来做出 我的棉薄的 贡献 好 我就介绍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 也请大家呢 能够品尝我们的清酒 而且呢 我们 也在充分地利用 互联网的技术 助力于 制造业 以及制造业领域的 创新 在京都呢 也有众多的 大学 我们的 10%的人口呢 是学生 而且呢 我们有36所 高等院校 有 11万5千名 在校生 而且呢 我们还有很多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留学生 我们的留学生的数量呢 达到1万5千人 所以呢 京都也是一个教育中心 而且 大家在京都 也能够体会到 京都的魅力 请大家回到各自国家之后呢 也多多的宣传 京都 50%的到京都来的 旅游者呢 都是 回头客 很多人都 来了五次 还有人来了十次以上 他们每一次到京都 都有新的发现 都会找到 京都的非凡魅力的新的一面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也多多 再来 京都 也祝大家一切都好 一切顺利 谢谢 感谢 角川大座市长 接下来呢 我想请 Tazenia LV Bristol 女士 CGLBR 青年项目研究员 上台 致辞 谢谢 各位阁下 渡边大臣 各位参会者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 能够在IGF的最后一天 发言 而且呢 这也是 我们的机构呢 主要是致力于 在亚马逊地区的项目 我也是巴西互联网委员会的 指导委员会的一员 我希望通过参会呢 来参加 来凸现青年倡议的价值和重要性 当IGF行将落幕之际呢 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 我们要对于今天的挑战迎难而上 今年的年会的标题呢 叫做我们想要的互联网赋能所有的人 那么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迈出迫切需要的一步 来达到迫切需要达成的目标 但是我们看到呢 并没有呢 我们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多元化方面呢 还要进一步的提升 因为在互联网治理当中呢 以及在IGF当中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增加多样性和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要充分地承认多样性的价值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采取心动来打造更有意义的多利益相关方主义 这也就是意义的性别 种族 社会阶级来源 文化和年龄层次的更多元化 这样呢就能够把不同的视角汇聚在一起 因为呢这也是互联网治理的最宝贵的财富 否则我们将无法去达成我们所需要的想要的互联网 第二呢我们要确保开放的自由的和包容的互联网 但是呢一个重要的前提是 我们必须要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解决气候变化 对于保护弱势群体来说 特别是儿童 年轻人以及南方国家来说 尤为重要 因为呢气候变化会使得他们流离失所面临灾难 现在巴西呢就面临着 暴风雨和旱灾轮流出现的自然灾害 而任何的网上的虚拟呢 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 我们必须要倾听来自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声音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必须不能够忘记 现在还有20多亿人 还不能够有效地参加到我们的真理云 他们没有办法上网 那么到了2023年 那么多人还无法上网 或者是上网的连接的质量也很差 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于全球的南方国家 所以呢各个国家有责任 以及全球互联网这里的群体都有责任 来拿出答案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也是经济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层面 那作为年轻人呢 我们既要去传承过去 而且呢 如果我们固守过去的思维的话 就没有办法解决过去的带来的问题 所以呢 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采纳新的思维 最终呢 我希望全球的 呼吁全球的年轻人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不是给我们的 是我们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互联网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要有请南非国民议会监督和信通技术委员会众议院主席Frolich阁下之子 主持女士 各位阁下 各位女性代表 青年代表 彩虹族的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礼节皆尊 我首先呢 要感谢主办方 尤其是东道国 在过去五天对我们的热情款待 我们应该说是思想和合作的盛宴 讨论了全球当前面临的急迫的挑战 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我们的讨论非常的丰富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卓有成效的这样的讨论 我们就未来的AI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我们听到了日本的岸田首相 给我们讲到了七国集团的这个进程当中所推出的广岛AI进程 我们必须要去跟踪和分析这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未来应该很快会给我们全球的这个AI的开发者提供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 这个倡议非常的重要 而作为南非的众议院的代表呢 和立法者的代表 我要强调大家 我们一定要去弥合这个数字的鸿沟 不管是在G7还是说是在全球 而从议会的角度呢 我们从立法者的角度 从七国集团 还有其他的这些利益相关方的角度 包括金砖国家 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个重要的讨论当中来 一个新的数字鸿沟 尤其呢是在非洲 我们这边经常会讲 就是新的AI的殖民主义 我们必须要不惜切代价的来避免 所以多边的平台 比如IGF就必须要 以建设性的利用起来 促进合作 让我们为人类造福 我们必须要继续努力实现包容 在我们这样的论坛上 要让尽可能的地域的代表 都能够参与进来 打造更多的机遇给年轻人 还有女性 我们这些性别的观点 要纳入主流 我们还要继续在议会当中 要开展合作 我们的这个议会的这个轨道 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开放的交流 彰显了议会在主导一个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上的信任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讨论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立法和监管的重要性 医护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可以确保能够保护国家利益 但是我们每次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必须要非常清晰的了解一点 就是我们到底要监管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监管它 谁会从监管和立法当中受益 必须是老百姓 我们要保护他们的权力 不会受到侵害 要保护他们的隐私 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必须要平衡好监管 还有技术的使用 以及技术本身要平衡好 监管它不能影响新的技术的发展 要平衡好这两点 我们是代表百姓的利益 要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要确保发展透明度 以及保护好百姓的安全和隐私 确实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这个监视所带来的害处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的做法 但我们与此同时 也要知道这些百姓 他们可能会如何的从中受益 那我们就要确保 要追责要有包容性 而且还要有透明度 国际合作和发展至关的重要 而这也要让世界各地的老百姓 都能够理解它的重要性 我们要远离就是政治家 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 包括制定规则 标准什么其他的内容 而是我们要让所有的利益 相关方都能够共同地 一起来促进AI的发展 我认为AI它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难 和自然灾害 现在应该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让我们利用技术 鼓励善用技术 来预测气候变化 所导致的自然灾害 和全球可能发生的疫情 提升卫生健康 也要把性别的观点实现主流化 以及在整个的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更好的来 还有包括提高数据的素养 我想要说 就是说 独行快 众行远 我们要确保 没有一个人被拉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非常感谢 Fronik 下面有请 乐天交响乐团高级副总裁 Kassa先生致辞 有请 非常感谢 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大会主席 日本内务部 的副部长 京都市的领导 各位阁下 各位嘉宾 过去几天呢 我们都在开不同的会 讨论互联网治理的问题 但在这儿呢 我想要强调 另外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过去五天 我们关注的一个点 2011年 联合国 将互联网视为一个重要的工具 能够 保护人权 包括自由言论权 能够有权利拥有自己的 见解 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互联网的 这些参与者呢 都能够 希望能够 让大家能上网 但还有26亿人 没有上网 就像刚才的嘉宾讲到的 互联网 它必须是可用的 而且是包容的 更发人惊醒的是 还有10亿的孩子 家里不能上网 缺乏 这样的权限呢 就上不了网 就会影响到个人的发展 小朋友的个人的发展 也会影响到人类的进步 而作为行业呢 我们可以 我们也必须要 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而我们乐天的愿景呢 从成立的一开始 就是希望能够 为社会赋权 我们相信 连接可以释放人的潜能 那我们也致力于 让所有人都能够有权限 都能上网 自从 我们 的这个 mobile的这个倡议 提出来以后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 跟全球的 这些信通领域的公司合作 促成改变 促成创新 促成全球的 信通行业的创新 让我们的这种 完全线上的这样的 开放式的技术 我们打开了 合作之窗 让政府 监管当局 和所有的行业和组织 都能够去使用这些 开源的技术 实现多元化 打造一个 生态系统 能够让 技术能够低成本地 得到部署 也能够降低造价 让现在还没有上网的人 最终能够连接上互联网 非常感谢 感谢 Kaza先生 接下来 我想要邀请 加勒比电信联盟秘书长 罗德尼泰勒先生 致辞 有请 尊敬的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荣幸 发言 2017年 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在互联网协会 引领一个 多立在官方的一种方式 创造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 就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的IGF 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 来讨论重要的议题 包括什么样 什么是互联网的治理 我们想要感谢 两个人 Bernard Dell Lewis 她是现在 英联邦国家 信通组织的CTO 她为CTO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CTO的 一百多年的这样的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的CTO 而且她做了非常重要的 工作为CamryCon 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 2024年 将迎来成立20周年 我每次的麦克风 都会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非常的 因此为傲 IGF成立了以后 就打造了一个平台 能够让成员 去了解这方面的政策 而且我们也是去探讨未来数据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也在不断地加强 IGF Plus的进程 我们同时要感谢Armitage 这个人 1990年的时候 他就想提出了这样的全球的第一个搜索引擎 率先地使用了现在的搜索的技术 我们也要庆贺他的成绩 Allen呢 是我们IS的一个创始成员 我们对他的父母进行了采访 然后做了一个视频 他们说根本都不知道他当时在干嘛 但是觉得这好像是挺认真的 他因为世界各地去旅游 包括去拜访 包括互联网支付等其他的人 我想说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现在 有面临这么多相互联系的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纳入不同的观点和专场 来应对这些挑战 所以说呢 我们想要去倡导 SIT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治理和外交当中 包括不仅仅是IGF 包括在ITU ICAN和GDC 其他的场合 我们要去倡导他们的权益 去年呢 我们召开了第一次 这个发展中小岛屿国家的IGF 关注 关注 SITS的利益 我们 2024年呢 也是计划在未来峰会之前 再召开一次会议 我们今天也召开了一场会议 就是 Road to GDC 这个是带来了我们的关键 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讲 哪些行得通 哪些行得不通 这种 多边的这样的场合下呢 一个国家只有一票 而现在的我们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 这种程序当中呢 大家都能够更加有意义的参与 发出自己的声音 昨天在领导小组上 我们讲到了 NRI之间的联系都是些什么 而且呢 也在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更多的把小的发展中国家的 这些观点纳进来 提高他们 而且利用 就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参与 我们马上就要达成GDC 庆贺VSIS的20周年 我们要重新致力于合作 这个过程并不完美 但达到一个平台 让我们都能发声 来分享 而且呢 互相的建立人脉 我们金协力就能够共同应对 网络安全 的挑战 包括弥合 数字鸿沟 提高多元性 然后更好的做好监管 保护好儿童 它能够帮助我们 打造一个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最后呢 我要感谢日本东道国政府 热情好客 几轻心的安排 日本呢 是加勒比的好朋友 我第一次来日本呢 是20年前 也是在日本的 国际合作署的安排下来的 而我当时 那个访学 就是学习之旅呢 也是能够提大地提高了 我的能力和技能 感谢领导小组 让我能够在这个闭幕式上发言 非常感谢 感谢女士们 先生们的聆听 谢谢 接下来有请 APNIC基金会的代主管 代CEO发言 代理CEO 我正好 我是OPENING FOUNDATION的代理CEO 代表技术圈发言 我首先要衷心的感谢 日本政府 总统审 杜边 副部长 还有包括 林牧部长 感谢他们精心筹备 举办此次会议 IGF 今年的京都的年会 一定会留下宝贵的遗产 我们也期待 未来在IGF的会上 能够听到更多的 日本人的见解 而技术圈呢 是能够负责 帮助我们实现一个 互操作性的互联网 让我们能够把互联网的资源 能够促进发展 包括核心的部分 确保他能够有安全开放 有韧性的这样的操作 但他现在也是在 不断地在演变 包括前几年应对新冠带来的挑战 过去几年呢 我们技术界的人士 也是在尽我们的努力 促进互联网的治理 我们呼吁大家 能够进一步地来支持 相应的机构和组织 让互联网能够运行下去 因为他的稳定和健康 对于全球的社区 国际社区来 社会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 更多地去听 多利相关方的意见 在最近的非洲的那边的 一个互联网峰会上 我们也支持了 能力建设研发和部署 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我要感谢IGF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那么这种支持呢 还有在马来西亚 缅甸和巴基斯坦 所做的贡献 也感谢这个公民社会 积极的参与 那么也感谢他们 受到的执着 那么我特别这个敦促 我想到就是在Exit 举行的公民社会交流的活动 那么我们需要技术公司的 更紧密的参与 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 这个互联网这里 更加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技术 政策的交流的活动 同时我们要反对 就是政治 过度的政治化 我们这种对话 必须是有一个开放的架构 作为我们交流的框架 那么我从事IGF的工作 快20年了 那么我觉得有机会 为多利益相关方工作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而且IGF给我独特的机会 扩张了我的视野 而且打造了 跟各个人才的这种交流的网络 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我们将继续 我敦祝大家一起继续 这方面的工作 谢谢Ivana 下面 我想放一下联合国大会主席 丹尼斯·弗兰西斯先生的一个视频 秘书长先生 阁厦门女士们先生们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数字环境中 技术给我们带来绝佳的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 它可以成为我们世界善良和进步的力量 另外一方面 它可能在线上和线上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最终呢 如何在技术的手段上取得微妙而务实的平衡 它的决定权 掌握在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手里 为了赋能所有的人 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弥合数字鸿沟 而且呢 在没有必要的时候 没有必要建立这种防护栏 那么技术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坚决的挑战之一 那么事实上 现前存在的不平等 加剧了技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那么只有57%的女性使用互联网 而且中低收入国家有11亿女性 无法使用移动互联网 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那么另一局上的是 网上女性面临的性骚扰 诽谤和仇恨言论是男性的27倍 除了数字鸿沟之外 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 和这个严重的谎言 和谎言在网上向野火蔓延 并助长了冲突和大规模的暴行 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朋友们 我们不能够让互联网成为一个 无法无天的领域 严格的互联网监管框架 对于加强数字问责至关重要 该框架应该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 包括政府 私营部门 国际和民间社会组织 我相信 数字契约 将为解决数字合作重要方面 提供独特的机会 包括人工智能 技术转让 和从人权的角度看待新的技术 将有利于我们实现 2030年可去发展目标的实现 实现我们的目标 需要对数据治理进行 彻底的改革 并提高 和用户 以及决策者的数据素养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活动 将跨领域的利益相关方 聚集在一起 因此 我特别感谢日本政府 发起了这个倡议 变革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无法追赶 所以当周围的世界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需要与时俱进 我真诚地欢迎大家 参加这一次讨论 而且 我们下一次讨论 将会产生更加丰富的成果 谢谢 下面我想播放一下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部长 副部长李军华先生的视频 经济理会者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最后五天 非常地紧张 鼓舞人心 而且是收获颇风 我非常高兴 能够见证这一点 同时我也非常高兴 能够跟大家一起出席 18届 国际互联网治理大会的闭幕式 那么从所有的标准来说 京都的IGF会议 创下了记录 超过了8500个 他们来自世界各大洲 175个国家 注册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其中代表 多元化社区的 100多个部长 议员和首席执行官 以及数以千名 各级里相关方 包括妇女和青年 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超过160个国家地区 和这个 他们在使用IGF的倡议 以及35个IGF远程中心 已经容许数百个 如果不是数千个 更多的在线参与者 为我们的论坛 做出了贡献 当然数字永远是不够的 通过这些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 重要的成果 见解和关键的信息 以及是前瞻性的 思维行动和政策 因此我邀请大家 回顾 并反映 思考这重要的成果 首先 京都的IGF的信息 第二呢 是18届 这个IGF总结的报告 第三 就是IGF议会轨道 和全球青年峰会的 成果文件 第四 超过300多个 这个会议的报告 就是必须放在一起 已经汇总 我敦促你们 把这些文件变成行动 通过你们自己工作的领域 通过你们政府社区和机构的努力 你什么先生们 在过去的 在过去的IGF 18年之旅 可以说是非凡的 归功于 IGF 所有的流程 它的包容性 多力相关方的参与 和承诺 为了两年 因为我们要举行 这个VSIS 20加 和联合国 这个授权的 这个审查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 在一开 开幕式的时候 给大家提的三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注意 IGF是否履行 它的使命和宗旨 第二 互联网 如果更好的支撑 和这个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IGF如何最好的支持 全球速度契约和未来峰会的筹备 和这个后续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大家 这个过去的一周的集体的努力 我相信啊 IGF 绝对正在实现其目标的路上 让我们共同努力 赋能更多的国家 和所有的理想官方 来一起创造一个 包容公平的素质未来 优化我们的机会 并管理风险 感谢你们所有的人 无论是在京都 还是在世界各地参会的人 最后 代表联合国 我再次向东道主 日本政府 慷慨和热情 表示深切的感谢 和高度的赞赏 展望未来 从京都到利亚德 我也想下一节中道主 就沙特阿尔勒伯王国 表示支持 联合国经济和经济社会部 随时准备为您 这个为您提供权利的支持 再见 京都 明年在利亚德 见 下面是这个 放一下阿勒伯 沙特阿勒伯这个政府 一个相关的视频 那么从最初的婴儿 及阳传造成的危机 我们开始了 我们最初的沟通 现在呢 我们通过互联网已经沟通 沟通是人类首要的任务 它涉及到我们人民生活 几乎方方面面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 无线交流的空间 它充满了机会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探索自己的创造力 灵感和好奇心 来进行学习 那么互联网 缩小了我们系统的范围 而且呢 最终呢 塑造了另一个难忘的体验 但是互联网的前景是什么 互联网可以带来希望 激发人们对美好 明天的梦想 人们将创造力变为现实 互联网的多重之遇 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那么 这是集体努力的邀请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塑造今天的遗产 沙特阿拉伯王国 张开双臂 欢迎全世界参加 在利亚德举行的 2024年互联网治理论坛 各项目的女生 先生们 现在我们 并不是就结束了 我想代表联合国和日本政府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向所有的委会者 感谢你们的参与 感谢你们进行 所有成效的交流 意见的交流 那么出发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不要忘记带你们的东西 而且在出门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 把同传耳机放在桌子上 谢谢 感谢大家的光临 我们2024年IGF见